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委内瑞拉自线议会今天宣布 要将总统大选提前到4月底举行 现任总统马杜洛将准备竞选连任 但反对派批评 这些会议本来就缺乏正当性 他们担心一旦马杜洛连任 已经执政超过18年的执政党 会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委内瑞拉本来年底才举行选举 之前议会却在今天宣布 要提前到4月大选 让执政的委内瑞拉联合社会党 斩了优势 因为在野阵营在地方选举接连败选 导致立场分歧 执政党主要的对手不是流亡国外 就是在狱中服刑 现任总统马杜洛在这个时候出来竞选 有很大的机会连任 而社会党今天也证实 马杜洛将是党内初选中唯一的候选人 马杜洛在2013年接任 因癌症去世的前总统查韦兹 他始终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 正密谋拉下委内瑞拉社会党政府 但反对派阵营则批评批评执政党贪污 因为他们从1999年执政到今天 都没有改善国家匮乏的食物和医药资源 目前被持夺公权15年的反对派 前总统参选人卡普利莱斯 就抨击马多洛将不得民心而输掉选举 有拉美多个国家组成的立马组织 也指责社会党提前选举根本就违法 美国社会党在去年7月成立制限议会 来召过反对派掌控的立法机关国民议会 现在不仅可以自行立法还有权解散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前发言人阿鲁普表示 指质党提前选举是对欧盟制裁 美国高官的报复 该制裁案成处的去年镇压反政府示威 导致112人丧命的安全部队官员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 认为马杜洛竞选连任不是个好主意 但也只能交由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做决定 新闻时事报梁晏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